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你挖个坑 铺上草等着野兽往下掉 这叫血 相反呢 还有的人的气是什么 凸出来的 就冒出来的 冒出来的 它像火山口一样 它没有形 但是它有气 有那种感觉 就是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拿自己的手在别人身上浴理 你就能感觉到有些地方 它有一种那种感觉 我们叫气象 象是看不见 象有心声 你拿心可以体会到 它局部那个气的形状 那个形象 它没有形 但是有象 是往起突的 我给大家举最简单一个例子 我们脚踝啊 内侧啊 叫什么 肾的第三个学叫太西 哪个西字啊 西吧 现在简化成那个小西 河水那个西水那个西了 在古代呢 它不是那么写 它是西还是那个西 但是边上是个山谷的谷 简化字为什么说有点问题 他就把很多 他认为是同样的字 都有归成一个字 其实那俩字不是一回事 古代这个意思就是那种山谷 但是这山谷之间呢 比较窄 所以它叫西 中医讲呢 人的穴位叫肉之大慧 名曰谷 肉之小慧 名曰西 就是在肌肉接缝的那个地方呢 它有一种就是挖下去的那种感觉 比较宽的 比如我们叫河谷 这个地方的气就比较宽 你扎针下去 它就往下沉 可是在泰西这个地方呢 它挺长 所以它叫泰 但是它比较窄 也比较深 泰西的对面 就是脚的外怀 就是如果你从泰西扎根针 从脚那边穿出去 那有个穴 是膀胱经的 第六十个穴 叫什么 昆仑 昆仑那个大三 昆仑那个穴 气就是往处顶的 所以古人感觉到那个气的形状 或者那个形象 它就用昆仑来描述 挺有意思 就是我以前学习的时候 我问我们老师 我说这个昆仑为什么叫昆仑啊 老师说呢 你看那个外怀骨那么高 是不是像个山啊 它就以山来命名 它是用外怀骨那个形象来解释这个穴 可是我就跟着又问了 我说内怀骨也挺高的呀 它怎么叫太西呢 对呀 所以老师解释不对 对 应该是气象 气象 而不是形象 所以我们很多 你看穴位叫什么 成山 还有叫秋虚 秋虚 虚是什么 我们经常说废虚 对 其实虚也是一个堆起来的一个大土堆 对 阴虚嘛 阴虚 对吧 所以你研究 我以前非典时候 我在家里没事 我说 万一我得非得死了 怎么办呢 我这肚里面这么多东西 就写了本书 写本书 名字就叫书血气象 就解释了我们人体的361个穴位 它名字 为什么叫这个名 怎么得来的 它有的是跟星象有关 天象有关系 比如说有的穴位叫天书 有叫玄机 有叫华盖 有叫子宫 这跟星象有关系 还有呢 就跟我们说的这种气的流动有关系 比如说有的地方像水一样 我们管它叫泉 有的叫井 有的叫海 这些都是古人 教给你们这把对气没感觉的人 告诉你那儿那个气是什么样 但这本书一直在电脑里存着 一直也没出 再修改一下 以后有机会再说 肯定有机会 而且呢 我觉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会更有意思 不过对于我来说我只记得一个穴 叫精明穴 因为以前做阎宝剑叫做起岸精明穴 对 精明穴 它是膀胱筋的第一个穴 在两眼的内肢 就眼的内脚 对对对 那个时候起岸精明穴的时候呢 应该是有肾的反应的 其实它其实触动是膀胱 膀胱 精明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穴 它能治腰疼 是吗 我们古代人有的人怕针吧 你眼角又不能扎针 你比如说你左边腰急性腰扭伤 你就点在它右的眼角的精明穴 就是眼的内脂这儿 你给它放点眼水 然后它就开始涩嘛 流眼泪 眼泪流完了 腰疼好了 我真神奇 这就是精明穴的用 眼角的外痴叫童子疗 就是我们容易长皱纹 长黑斑的地方 很多女人美容 这是胆精的第一个穴 经常要用 眼睛的下边叫成气 这是我们胃精的第一个穴 所以说如果一个女人出现了 这个眼角的鱼尾纹 就是她的胆气不足 胆气不足了 或者再往里倒 肝的问题 肝血不足 很多人眼睛眼下面出眼袋 或者眼抛 黑眼圈 眼下面有卧蝉 肿解 这是胃的问题 这是胃的问题 就是环绕着我们眼睛 整个就是三条足的阳筋 有一些人是做割眼袋手术 就把眼袋下面给挤出来 你怎么看这种割眼袋行为 这叫做治标不治本 割完了一个眼袋割下去 千百个眼袋还要长出来 没治本 应该从内脏那边去找原因 以前我们在传媒大学 以前叫广播学院 有一些同学毕业之后 去了气象局 国家气象局 或者各地方气象局 我经常碰到 我在气象频道做一档节目 叫雅生堂 经常见到 我在老在电视上见到那些人 以前我们在同学里面 其实觉得一个人 如果毕业了之后 去气象台 就废掉了 觉得很同情他 怎么是这么 现在你一说 我觉得是个很高尚的职业 气象是很伟大的职业 是吧 还没开始讲呢 第一把已经讲完了 好了 稍息休息一下之后 马上继续回来 依然是和后普中医学堂堂主 徐文斌老师的一起学习 不扭曲不变形 知道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 皇帝内经 帮您轻轻松松活到 一百二十岁 是的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继续回来到国学堂 依然是和徐文斌老师 一起来学习 上期呢 上期节目结束的时候 我们留了个作业 对 留什么作业 就说这个 我们经常说休息 那个吸到底啥意思 到底什么意思呢 对啊 这两周你考虑了没 我们经常说你休息吧 我说你是让他休呢 还是让他吸呢 休是靠着素是不是 对 休是身体放松 嗯 吸你看他带个心 对 吸啥意思 吸实际上是不是 心情放松下来的意思 对 吸首先你要明确 他是停止 哦 对 吸灭嘛 对吧 我们经常说天行剑 君子之强不吸 对 就是说 让那些君子们 跟那个天上星星 要转个不停 不吸 人死了 我们说安息吧 对 以前我们中学学过一个古文 说有人到福春这样理由 看到那个那么美好的景色 自然的风光 对 他说一句话叫 愿非立天者望风吸心 今事物者 窥骨望返 意思说那些老在官场里 争名夺利 博特 想飞得更高更远的人 到了这种自然环境中 突然觉得 哎 那都是些虚火 追求都是些无望的东西 把那个心啊 就吸了 什么叫心吸了 就是把心里面那个 心火苗 给他平复一下 放弃了一些 不切实际的念头 这是皇帝内经教导我们叫 不要以旺为常 哦 以旧为将 以旧为将 以旺为常 所以吸 它是个停止 停顿的意思 嗯 我们经常说这个 生生不息啊 生命不止 奋斗不息 这都是些励志的话 嗯 但是记住 生命是有节奏的 如果你光听这些话 老天爷是呃 自强不息 你要跟自强不息 你不休息 那也就 之后来个大休息 哦 所以吸呢 它带着心 它指两个意思 一个是指我们肉质的心脏 啊 还有吸 你觉得我们心脏有停顿没有 哎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哈哈哈哈 那到底有没有停顿呢 应该是 应该是有的吧 我觉得 对啊 应该是有 那你从生理上来 当然不能停了 就我们心脏一秒钟 也没有停止过跳动 对不对 停止跳动死了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理解呢 它是不是也有那种 展稍作放缓 稍作那种 那种自我放松的 没错 这就是人掌握一定哲学以后 嗯 你就高屋建立 你就没学过自然科学 你也能得出正确结论 哦 是吗 这就古人 我们叫中国 为什么教育 叫教育通才 对 教育人去餐 去物 对 人心脏 大家都知道 哺乳动物 它有四个 对 呃 腔 对 左心房 右心房 左心屎 右心屎 对 其实它是在干什么 交替是吧 交替休息 哦 你看肺吸入新鲜的这种 带氧气的新鲜血液以后呢 进入到 比如说我们一个心房 嗯 然后呢 那经过主动脉弓 送到全身 然后从静脉回流 再把这个静脉回流的这些 带二氧化碳的 我们叫着血 再送到肺 四个枪屎 是在什么 交替工作 交替休息 这个就像我们车下秋冬四季一样 哦 哎 春天来的时候呢 可能秋天就要收敛 所以趁着 我们心跳是扑通 扑通 扑通 是吧 我们血压有个舒张压 有个收缩压 有舒张压 所谓收缩压 就是我们那个心脏 把血蹦出去 那个压比较高 嗯 舒张压呢 就是让血回流的时候 嗯 所以你人如果掌握好节律的话 会能让自己那个心脏 就是某个心房工作的时候 让其他三个 或其他两个 得以喘息 这个喘息时间多长 这个喘息很短 嗯 但是这个喘息是存在的 哦 如果你有本事让他这种 就是心跳的节奏很匀 大家都知道变速跑很累 对 匀速跑很省静 对 如果一个人的一辈子心情 不是那么起伏跌倒 他是不是在匀速跑 对 他是不是得以喘息 哦 这种人是不是活得长 所以那个中煞仁波切 他讲的这个佛教的四圣地啊 他讲的猪肉皆苦 就是所有的情绪都是苦呢 我一直没有理解 他就起伏跌宕以后呢 造成了他这种不得息 对了 不管是高兴和不高兴的情绪变化 都是让你 都是不好的 都是不好的 所以叫猪肉皆苦 我一直没有理解 我以为生气啊 妒忌啊 这种当然不好了 高兴怎么也是苦呢 哎 成续波动 另外一个息呢 就不是指我们肉质的这个心脏 对 它是指我们的心神 对 他也能够得到息 这种息是什么 当你沉睡的时候 嗯 沉睡的时候 那叫我们说一闭眼一睁眼 哎 一晚上过去 嗯 这人得到了很好的息 嗯 但是我们很多人是什么 要么睡不着 嗯 要么睡了几个小时就早早就醒了 叶巴巴等天亮 要么就是睡着以后噩梦纷纭 乱梦纷纷 要么就是什么 稍微有点风吹少动就醒了 所以他这个心神 不得息 所以就很累 很累 睡一晚上就还很累 所以他寿命会短 对 然后呢 他会活的质量很低 这都叫不息 不会息 哦 后来人们把这个息啊 由心引伸到哪了 引伸到呼吸上 哦 我说过了 呼吸是调整我们意 就是后天的意识和先天的神明的一个桥梁 对 你想让自己放松 或者让自己兴奋起来 你通过调整呼吸 嗯 来影响到你的心神 后来人们把这个息引伸到什么 呼和息中间 人们带个停顿 你觉得呼和息之间有停顿吗 其实是有那么一两下子的哈 一两秒钟 现在人们都活得特强迫 上气不接下一气 呼和息之间都没有停顿 哦 这叫你吗 你吸一口气 对 那个停顿 在你呼出来之前 那个停顿 对 这叫息 这个息越长 肺活量越高 对对对 吸入那个氧气全身的循环的 嗯 经脉通畅 它走的也很远 对 走的最远就是什么 一口气吸到脚后跟了 这叫什么 叫肿息吗 我听说这个 如果把心脏这个崩血的这个压力啊 当做一个崩的话 其实这个崩 崩不了那么那么持续的这个血 但是 所以呢 就我就有一种 有一种揣测哈 嗯 就是一个人的血啊 在自己的身上周流不止啊 可能不仅仅是来自于血 心脏的血啊 完全不是 人十二斤皆有动脉 哦 十二斤皆有动脉 都有源去住的那些穴位 我们叫圆穴啊 圆是原始的圆 嗯 这些呢都是在协助心脏 在继续工作的 就好像你有个主蹦 嗯 蹦到一定高度或者地方以后 接着还有个小蹦 接着再往下蹦 哦 不是说一杠子就插到底 所以就认识的一个西字 你把这个西怎么翻译成英文 没法翻 对 因为什么 很多其他民族或者其他学科都没意识到认识到这个字 只有我们中国人有 可是我们中国人有吗 大家都认这个字 啊 因为西啥意思 很多人解释西就把它解成呼吸那个西了 对 呼吸的西是吸气的西啊 休息的西是自心的 很多人是吸沃而不吸的 那我问你 我想请问一下老师 就为什么自 这个西是自心呢 上面那个字和下面那个心是什么意味的 就是说自心要停顿那么一下 自心 是 你自己的心 这别人贴代不了你的 对 自己的心要去停顿那么一下 这是说是吸 还有一个特有意思 中国人说这还真有出息 对呀 什么叫出息 有意思 怎么不说入息 点赶呢 点赶呢 下期再说 稍时休息一下之后 回来再说 每周六周日晚十一点到十二点 梁东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 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 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 国学堂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依然是和徐文斌老师一起呢 来学习金贵真言论 刚才呀 讲到了这个呼吸的西 不是那个呼吸 是自强不息的这个西 自新 刚才要讲到为什么叫有出息 出息什么意思呢 出息啊 我们经常说中医讲气 其实中医讲的气有两个 一个叫元气 一个叫什么 后天之气 两个气写法都不一样 对那个道德经里面 它是像无一样 一个水底下是点火 对 这叫元气 后天你要呼吸的这个气 后天上面一个气 底下一个米 对 所以我们经常呼吸的这个气 这是后天之气 对 但支撑人体生命本能 就是第一个推动力 那叫元气 这个气更重要 这个气没了 外面怎么给你舒养 怎么给你加压 怎么用呼吸机 你都没用 你还得死 所谓出息是什么 就是说我出完这个后天之气以后 我都不吸气 那这个人还没死 靠什么呢 靠先天之气 靠先天元气支撑他 所以一个有出息的人是什么人 先天元气很足的人 是这个意思啊 对啊 先天元气很足人 先天元金也足 金气数 这人有没有出息 有 有出息 我们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这个东西可能也 所以从这个道理上来讲吧 一个人又没有出息啊 也不完全靠自己决定 别漏他就行 是吧 人家爹妈给的多 不嫉妒 对 不羡慕 高下不相恶 好 圣人行之 愚者配之 然后呢 咱们要自己虽然不多 但是我们不瞎扫 我们把那点元气节省下来 作为有出息的人 好 咱们开始正式进入 说北风生于东 命在圣 书在妖谷 来 我们东南西风都说了 今天就该说北风了 北风呢 我们都知道 它从北风来代表一种寒冷 肃沙黑色之气 但这种寒冷 肃沙黑色之气 对我们的生命也是必须的 对 意思就是说 你那么疯狂的生长 喧闹了以后呢 该什么 收藏 收藏一下 别折腾太过 这样呢 你会活得很紧 很多人说 然后我就喜欢热 不喜欢冷 一到冬天了 我们很多北方人都跑到海南去过冬 对 我说你要不是个病人 不是患有那种严重呼吸道疾病的人 但没必要 到北方 这个冷一冷 紧一紧也挺好 但是呢 北方这种过度的寒冷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以后呢 很容易会伤到你的身体 导致你出现一些问题呢 表现在哪 表现在肾是吧 所以呢 它会 一个是增强了你的肾的功能 增强了你肾的疯藏的功能 但是大家记住 肾如果疯藏太过 也出问题 肾如果阳气不足呢 它会漏 就是我们经常说 这一惊啊 或者一尿啊 或者稍微咳嗽 这个小便就出来了 还真有这种人 当然有 我临床见到很多这样的 女性居多 因为女性 她那个 尿道比较短 肌肉比较弱 这都是肾的阳气不足了 还有呢 肾如果疯藏太过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尿不出来 比如我们现在很多老年 或者中老年男人 得前类泄炎 一站对着墙 站好好几十分钟 就是尿不出来 滴滴答答的 这是什么 疯藏太过 还有人会出现什么 尿的结石 当你受到这种疯 就是侵入到你的身体以后呢 你会怎么样 它的表现的那个输出来的那个血 或者输出来那个气 你不可能就拿个茧子 拿个刀子去进去给它掏 对 怎么办呢 你通过刺激它的输在表面这些气 它告诉你了 输在腰骨 腰骨 先说腰大家都知道 对 腰在哪 腰在后背 是指后面吗 当然了 但是腰的具体定位是这样 我们有二十四节气 大家都知道 对 大家要记住 我们还有二十四节脊椎 我们背上就二十四节 我们还有二十四根肋骨 这二十四的脊椎是怎么分布的呢 我们脖子上有七个节 叫颈椎 颈椎 上次我们不说颈椎病了 大家反响不错 纷纷检讨自己的脾气 不好 脾气丑跟颈椎病这个关系 七节是颈椎 它在我们肩膀上面 这七节颈椎呢 可以我们左右左顾右盼 可以上下抚养 这是七节颈椎 另外呢 有十二节叫胸椎 对 这胸椎是什么意思呢 就长着肋骨的那个 那节脊椎 长着一对肋骨 就羊蝎子那部分 羊蝎 吃羊蝎子 吃羊排 它有十二节 就是从颈膝往下 它这长十二节呢 就是保护我们整个的胸腔 我们身体里面最重要的脏气 肝心脾肺肾 全在这个肋骨的包裹下 所以这是我们身体最宝贵的东西 对 在保护 这十二节 那么下面就五节呢 叫腰椎 就是从十二胸椎往下 再数五节 这五节叫腰椎 所以你看七节颈椎 加五节腰椎 十二个 再加十二个胸椎 这就正好二十四节 所以并在腰就指哪 是每长肋骨的那五段 腰椎 传说中的腰椎肩盘突出 就在这 腰一 腰二 腰三 腰四 腰五 椎肩盘突出 你刚才说到它是二十四节 那按道理说 那这二十四节应该跟我们一年的二十四节 其实有对应关系 你现在物性极高 我告诉你一个最对应的 别的我还没研究太透 就是说我们那个夏至 阳气最旺的那一天 白天最长的 对应我们就是胸漆 胸椎地漆 那个穴位 就是我们趴下以后那最高 而且那正好是正中 正好是都脉 对 那个穴位你知道叫什么 叫什么 治阳 哦呦 冬治的治阳气的阳 哦 就是夏至的意思 就是那一点 我其他我跟你对不上 我能知道这个就是夏至 所以如果夏至那天在这个地方贴点什么东西会不好呢 对啊 我们那个话托给曹操治疗头疯 对 头痛病了 对 他就取了胸椎第七节旁开 一点五寸 叫格疏穴 就是治阳旁边 他正好这个胸漆啊 正好很有意思 他是我们隔肌 就分开我们胸腔和腹腔的 那有个肌肉 附着点 所以从这个胸漆 以上是胸腔 胸漆往下呢是腹腔 所以那个格疏穴呢 正好是 他是叫血之汇 气血的血 你要想治一切血的病 淤血出血的病 你扎那个格疏穴 所以正好是在治阳呢 以后 二十四节胸椎脊椎和二十四节气对应关系 我们再研究一下 好 好 这样我以后再研究 你刚才说的这个腰椎的问题 病在腰骨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就很多人腰椎间慢读书 是不是就是跟 冬天的时候说 腰为圣之腹 对 所有腰出现来的问题 包括这个腰椎出现问题 和腰的旁边 我们叫腰肌老笋 腰的肌肉出现的问题 都跟冬天受了北风吹有关 伤到了你的肾有关 伤到你的膀胱有关 有没有特别说 在冬天吹到哪个地方 又尤其伤害大呢 冬天的话是处于闭场 我们说呢 水冰地侧 无扰呼扬 对 一定要把自己包裹的盐 是不要受寒气 但是偏偏有一些 要与自然抗争的人 冬天需要跑步 需要冬泳 对 需要洗冷水浴 这些人呢 十有八九 得了重病 十有一二 得以幸存 十有一二人 幸存下来以后 还要站在电视上 说我在冬天游泳 我懂得健康 我看到临床 很多的病人 都是在冬天受寒 受风以后 落下了腰腿疼的病 这下一字就是骨 对 骨和腰不一样 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 对 另外也就说 我看我博客上 也有人问 腰椎肩盘突出 对啊 就我讲过了 腰椎肩盘这个固定人的 骨头腰椎 是靠什么 韧带 对 韧带外面还有肌肉 对 很多人就是去做了一种 奇怪的姿势 或者去搬一种 平时搬不动的东西 或者一个寸劲 包括一些 有些人是在这种房室当中 对 有一些高难度动作 高难度动作 无桥来的 一下就来了 无桥杂鸡团 腰椎肩盘突出 很多就跟这些有关 房间内心有句话叫 圣者坐墙之官 对 坐是工作的坐 对 墙是墙大墙 对 技巧出烟 是玩技巧的 但是 您玩技巧 玩花了 玩过了 或者是在你 我们说肾气啊 足的时候 这些肌肉 肌腱能把你的骨骼固定住 当你刚 就是说 我们说一完斤 胜完斤以后 肾气虚的 很多人有感觉 就是 这事以后 它毛汗孔都是开放的 对 可是这些人干嘛 洗澡 吹空调 对对对 哎呀 刚完了事一吹空调 这叫人造北风 插进去 他也可能没玩什么高难度动作 对 然后贼风就进去 趁虚而入 然后起来 可能就 哎 早上起来刷牙 哎 刷牙中一扭腰 干蹦 动不了了 到医院检查 什么什么 什么突出了 这个 这个 腰肌老损了 什么 腰三横突错位了 一个腿长 一个腿短了 这都是 我们说的 防势不当 哦 我刚才本来想问这个问题 但又觉得在中国之声吧 不太好 既然你都说起来了 咱就往下说了 就有一部分朋友 是吧 总是在大战三百回合的时候 开空调 夏天的时候 都不会开空调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严重 极其严重 因为很多人 到医生这看病以后 有的事情 他羞于其耻 因为我们讲 他摸到他这个脊椎 出现了这些问题以后 我们就想 这个力是怎么导致这样 对 就试图给他还原 对 你就是还原一下 你当时做了什么动作 然后最后 就问出来 人家做了一个 一个什么高难动作 你看我们古代 中国人养生了 冬天他是睡火炕的 对 你是不管心情 坐牢也好 工作也好 晚上你往那火炕 火炕上一躺 热乎乎的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是吧 第二天生龙活虎 该干嘛 一碗活龙 你要是现在又没炕 睡着又是床 然后再热了以后 出了汗 再吹点空调 人造贼风一吹 腰骨 病在腰骨 看那些扶着腰扭着进来的人 你就想想 您瘦了 北风 稍之就反而回来 从医学到哲学 一样的黄帝内经 不一样的新鲜观点 梁东 许文斌 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仍然是国学堂 仍然是科 后普中医学堂 唐主徐文斌老师 一起来学习 刚才讲到 北风 生于东 病在肾 疏在腰骨 讲到腰 骨和腰就不一样 对啊 骨呢 我们经常说屁骨 其实屁骨不是屁骨 是吗 骨是大腿 屁是屁骨 是屁 天上的屁骨呢 古代也有一个字 对 叫尻 我以为是臀呢 臀也对 以前很多人念垫步 也念臀部 尻 尻一个尸体 尸底下一个九 尸体的尸体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 我以为广东话念 高是那个意思呢 尻 是尻 那是屁骨 真正的骨 我们指的这句叫大腿 大腿叫骨 我们以前人说 有一个得力助手 叫我有肱骨之臣 就是能帮助我出很大力 肱是什么 上肢的胳膊 叫肱二头肌 对 肱骨 肱是什么 大腿肱 就是我有两个得力的这么注视 叫肱骨之臣 这个骨呢 就是指我们的大腿 大腿呢 起于哪 大腿起于哪 就是说肱骨 起于大腿根部吗 根部哪 肱骨头 在哪里 肱骨头 听说过吗 听说过吧 肱骨头就是我们宽 宽骨 对 它是个窝 对 这肱骨头呢 像个小圆球 嵌在里面 哦 就是我们腿啊 脉腿走路都没有事 对对对 现在流行一种病 你知道叫什么 肱骨的坏死 肱骨头坏死怎么得的 就是这个地方 看看 哦 就是 肱骨头坏死怎么得的 北风 生于冬 病在肾 疏在腰骨 北风 寒冷的北风 伤了你的肾 造成了什么 骨骨头的坏死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生于冬了 现在一年四季都在人造北风 人造寒风 然后呢 侵犯到你的身体里面 造成这什么 病在腰和骨 骨头坏死 所以这个大腿出现的最根本的问题呢 就是人 很多中老年人 现在都不是老年人了 出现了股骨头坏死 股骨头坏死呢 就是你看已经伤到了骨头 对 是吧 很多人去做什么骨头 就换成一个人工的关系 嗯 但是我告诉大家一句话 不是自己身上肉 它长不住 啊 身体植入那种异物 迟早会起这种 不良的排液的反应 对 最好的办法就是说 你别让它坏死 那万一已经 已经有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把受到的那个贼风 给它赶出去 还是要把它排液 一定要把它那个风 啊 我们说驱风 上寒 嗯 大家都觉得好像太玄了 嗯 不玄 嗯 这种寒风进起以后 它会导致一种凝滞 凝滞以后 气血就往那过不去 啊 最后就造成这种坏死 造成孤独的坏死的 还有一种方法呢 啊 滥用激素 滥用激素 为什么会导致这个问题呢 你叫什么叫激素 啊 不知道 激素就是什么 提前透支燃烧你的骨髓 哦 这样子 就是让它产生出 我们说那种元气 哦 提前透支完了 比如说我们用什么办法 抗菌素 没用 最后一招就是激素 激素一打 人马上就吹起来 对 满月脸 水牛背 浑身这个毛长得又特别长 啊 但是最后病好像 比如说有高烧 不烧了 嗯 然后呢 有尿里面漏蛋白 好像不漏了 一切好像就一片欣欣向荣 对 歌舞生平 但是它前提是什么 前提就是把支撑你一辈子的肾经 提前给透支出来 最后透支到一定程度 出现什么问题 骨头坏死 那它里面就没有了 里面没了 本来这个骨髓是营养我们的骨头的 对 是吧 骨髓充盈的话 这个骨头是什么 坚韧而且有弹性 对 不至于摔 摔一跤 就摔成一个粉碎性骨折 嗯 老年人骨髓空了嘛 一摔 摔成好几块 嗯 小孩子一摔 我们叫柳枝 或者叫青枝骨折 嗯 摔了很快就长好了 为什么 圣经足骨髓充盈 所以那些滥用激素的人 最后造成一个恶骨 特别前前前几年就是治疗某个疾病的时候 很多人就用了什么叫冲击疗法 这种就是打着科学的名义 滥用激素 就说我用平时这个剂量的激素已经够厉害了 压不住 压不住就加倍用 直到把你压住为止 最后这些人都很惨 都阻着阻着双拐 坐着轮椅 骨头全坏死 这就是从里面给掏空了 这是一种造成骨头坏死的一种方法 我们现在说什么 从外面受了这种邪风贼风了 您说的这个这个这个基础疗法啊 嗯 让我很真切的想到了 现在美国这个他们在刺激经济方面的手法 它其实就是在透支未来的这个经济 所以你看最近股市涨啊 其实就业数据是没有涨的 是吧 昨天这两天公布的数据 很清晰的显示这个 所以如果我在提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好了 刚才讲到这个疏在腰骨啊 然后呢 这个腰骨呢 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说了骨的起头在 骨骨头 对 这个大腿骨的中指在哪 就是下面是膝盖嘛 膝关节那 它的背面我们叫国窝 国窝这个穴啊 有三个穴 中间的叫尾中 对 外侧那叫尾阳 内侧这个叫阴骨 它有三个穴啊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呃 膀胱经和肾经的都属于他们的穴 老百姓有个 或者中医有个很通俗的方哥 呃 针灸哥就四个穴 他说腰背 尾中球 就是当你的腰背出现了疼痛啊 这些问题以后 碰哪 扎哪 扎尾中 柔尾中 腰椎铅盘突出的人啊 你摸他的尾中 尾中他是个窩 对 我们叫国窩 对 国怎么写 月子边一个国家的国 对 是吧 他是个窩 正常的人 他是凹下去的 不正常人 腰椎铅盘突出的人 你猜他这国窩 突出来 突出来 突出的硬结 这就是传说动物的样子啊 我前两天这个地方就这样啊 后来碰到一个高人 一脚给我穿下去了 穿下去了 你看 复位了吧 复位了 所以那个地方 大家回去 比如说 我亲人 有些腰背的病 对 腰骨的病 那你就去找找他的国窩 国窩 如果他那有硬结 你给他揉散了 如果他凸起了 你一定要给他压下去 别别爆脸 你是碰到一高人 对 人一下给你弄 咱不是高人 咱慢慢揉他 嗯 还有呢 就是大家要注意 我们的腰那有一个自然的 就跟颈曲 就是脖 后脖子一样 他有生理弯曲 对 其实这个颈椎啊 你你往下压的时候 他像个弹簧 他之所以有了这个 他之所以有弹性 是因为他有了生理弯曲 他不是直直的 对 跟棍儿 对 你看很多人得了就是强直性脊柱炎以后 他直的 他没有弯曲了 嗯 很多人那个腰的生理弯曲没了 脖子的生理弯曲 就变成了一个 就完全是一个木棍直不能登的一个人 哦 活得很痛苦 对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学好正确的站立的方式啊 学好正确的用力的方式 不要用蛮力 不要在那个腰肌 特别空虚的乏力时候的 去用这个蛮力 那你说这个做仰卧起坐 是不是有助于锻炼腰肌呢 不一定 不一定啊 我前两天碰见一个人 他告诉我说 练肾就要做仰卧起坐 你想他说肾 他说还很简单 他说肾们 你看分这个地方 反正折来折去 他肯定能练习一个腰肌 这叫简单粗暴 真正就是补肾的 练就巩固人的肾气的 就我以前给大家讲过 那个搓骨道 怎么错 就提纲嘛 哦对 提纲 为什么提纲有助于这个呢 提纲啊 纲门是都迈过的地方 对 都迈的第一学叫长墙 对 他在我们就是尾锥啊 那个尖那里面 然后他经过纲门 从会音嘛 经过纲门 然后到了长墙 然后往上走 你把这个 肛门 这个力量加强以后 他里面有个按键 能传进去 我们现在都像 我看电视上 整天在那哼哼 咱那 在那是练肌肉 我一看这边 练的都是那种死肉 真正练的气壳 气脉长通 身气有余 他那个肌肉放松下 跟婴儿一样 柔软 但是当他发力的时候 我告诉你 打在你脸上 那跟鞭子戳一样 就是常常练习 阔约肌 好了 稍时休息一下 马上继续回来 国学堂 您现在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最新鲜的文化节目 国学堂 读做中国文化 发扬光大 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 那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还是很好的 你看很多人在等公车的时候 是吧 或者是你等电梯的时候 自己暗暗使劲 是吧 对 这种方法对男女都有效 对男人治疗什么 阳尾 早泻 特别早泻 宜精 宜尿 都有效 对女性 他们观察 对了治疗女性的一些 就是子宫脱锤 或者是 就是有人产后 以后 他那个阴道阔约机 变得松弛 都非常有效果 就是练习阔约机 你别以为那个劲儿啊 都是在外面走 他有个内劲儿 我跟大家说 我说小便兽咬牙 你以为那就补补肾吗 只不过这些 为什么说 我们说非欺人勿受 你让你传说话 真传一句话 你没碰到那个人吧 他没有怀着那种 虔诚信任的心 听对话 他就觉得这还算什么 对呀 不大回事 所以孔子教学生 叫有教无类 不管谁他都教 道家为什么难传承呢 非欺人勿受 择欺人而教 他不是那块料 你说了没用 我说的都是很简单的道理啊 圣人行之 与者配之 与者配之 配之也总比不配强 是吧 我现在这个问题 越来越开放 我觉得配也不配强 这个说在腰骨 这还提醒我们 就是治疗那个 一些肾病 大家怎么治 从他的书上治 就好像我刚才说了 一个人肝病怎么治 对 把他脖子给他揉软了 对 肺病怎么治 把他肩 后背那个肺书 风门穴给他揉开了 对 把他肩胛骨给他 呃 闹琢砸了 别老翘着 那肾病 那肾病怎么治 一定要在他的腰和背上 腰和骨上去下功夫 我们说腰为肾之腐 腐是那个正腐的腐 对 很多人得了肾病 古代也没有穿侧 对 也没有手术 怎么办 那你就在他的腰上 你看腰啊 从腰一开始 他旁边的那些穴位 就开始跟肾有关系了 腰一旁开1.5寸 他就是三胶梳 嗯 这个三胶吧 其实跟我们的人的很多激素 比如说甲状腺 胰腺 还有身上腺都有关系 腰二旁开 就是我们叫肾书 嗯 肾书啊 嗯 肾书的中间 就是呃 腰椎 急凸下 那有个穴 就叫什么 命门 生命之门啊 命门 你要扎根针穿出去 从前面出来 你猜是哪 肚脐啊 肚脐啊 正好对的 正好对 肚脐叫什么 叫什么门 神雀 神雀 一个是神雀 一个是命门 是吧 你看这个 从腰上给他治 然后下面呢 还有一个 腰四腰五之间 叫大肠书 很多人啊 我说一受惊吓 屁滚尿流 为什么呢 就是腎的那种 疯藏的力量没了 嗯 我看一个 所以渗出孔嘛 对不对 一下 屁滚尿流嘛 对 尿是下的 我们说这人 下尿裤子了 肾气兜不住了 所以你看 这个大肠书 也是在腰上 所以你把这个腰啊 我们经常说 把这个腰 把死肉揉开了 很多人腰 你摸上去冰凉冰凉 对 他本来是 足太阳 膀胱 这些应该是热的 对 结果他那个腰 就是冰凉冰凉 就气血不足 对 还有人就是什么 老围一个小狗皮 在腰上 他围个狗皮以后 他觉得腰上热乎点 所以你看以前说 这个贴狗皮膏 要贴在腰上 狗皮是 我们不说啊 不要去杀狗 不要吃狗肉 但是他狗皮的那个作用 他有他特殊的 独到的地方 原来我们用的虎骨膏 你用其他的骨 但他就没有用 对 当然我们现在不让用这个虎骨 我们也不提倡 但是我们说其中的这个道理 但是我看到现代人都什么 穿个露旗装 露个小蛮腰 在那招风惹叠 连骨沟都露出来的 招风惹叠 我说这个风啊 就是我们说这个北风的风 对招风惹叠 受了风以后 受的罪啊 都是自个儿受 对 很多人就会出现什么 女性出现 引导习菌感染的问题 白带过多的问题 他们以为是细菌感染的 不 其实是吧 细菌是生长在什么 阴暖潮湿 毁暗 阳气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对 你给细菌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场所 它才会长 它们不在别人身上长 对 这种人露个腰以后 性感 有一些女青年呢 喜欢在腰这个地方啊 做刺青 有没有 你可以看到 经常腰上的地方是吧 那个蝴蝶啊 那个猛虎啊 什么的 是吧 你觉得在地方做刺青 会有什么结果呢 挺好 我说了 人有各种方法 可以吸引异性 对 和别人 有的人是通过行 把自己的行啊 前这个身材啊 脸蛋啊 整形啊 改变了去吸引人 就是行 有人是靠气质 是吧 哎 我说这个人 劲儿劲儿的 就说不出来一个味道 嗯 有的人是靠神韵 嗯 各自层次人的 都是人 都披张人皮 每个人层次不一样 你不可能要求大家都去追求同一种东西 喜欢整形呢 你就去整形 啊 喜欢追求这个培养气质谈吐的呢 你就去 但是我告诉大家 哪个最省钱 哪个最有效 还是追求神韵 那个是最有效 对 且长久 对 关键是长久 年老 色酸 谁也年轻过 谁也漂亮 谁也 每人迟暮的 有那一天 你到那会儿 你靠什么吸引人 嗯 如果脑子里没点东西啊 这个说话 没有点这个分寸 没有点意味 信什么 这个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啊 就是为了让自己老的时候 不思优雅啊 嗯 就就就不错了 就你这辈子赚钱也好 学习好 都让到你老的时候 显得还可以 我个人认为啊 就说人活一辈子 从开始追求低级趣味啊 满足生理需要 对 到开始追求思想 最后回归到本心本神 对 就到了追求一种精神愉悦 嗯 就到老了 你吃不动 喝不动 玩不动的时候 那你还活得挺有意思 啊 那会儿就活出来 对 可是我们很多人什么 低级趣味也没追求到 或者到老了也没满足了 还在那痛苦当中 就等一辈子白活了 有一种观点 说一个人如果年轻的时候啊 太聪明 天天想事吧 容易得老年痴呆症 这是有道理的吗 不是 没有啊 老年痴呆症的 它的本源就是 我们说那个精髓脑髓 嗯 漏光了 不够用了 啊 我就不信一个人用脑子 考虑一个问题 能漏多少精 啊 真正是在其他方面漏太多了 我还治疗过一些脑 小脑萎缩的病人 嗯 他那个寒已经不是伤到肾了 他已经伤到脑髓了 小脑萎缩 就含到那种程度 那会怎么样呢 就是腿脑 小脑萎缩的人 他小脑是负责什么 人的平衡的 对 走路平衡的 这些人平衡功能很差 几乎都走不了路 腿都打软 好可怜 嗯 各种各样的病都要有 但是 追根溯源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人造贼风 您刚才讲到 从这个命门往前戳 就是肚脐嘛 对啊 我们观察到呢 有一些人的肚脐呢 比较深 有些人肚脐呢 就还有点凸出来 嗯 这是什么原因呢 肚脐突出来 我们管它叫一种病 就叫脐膳 膳气的膳 哦 什么叫膳 你看病的边底下一个膳 就说不该凸起的地方 它冒出来 哦 很多人得膳气 也是肚脐突然冒出一股东西 或者是阴囊里面 突然出现一截肠子 还有这种人啊 有 叫膳气 你说肚脐突起来 它叫脐膳 哦 我见过很多肝硬化浮水的病人 对 因为他腹压特别高 嗯 然后就把肚脐顶出来 那就是什么 中医治病啊 就是阴是阴 阳是阳 该阴的地方去阴 该阳的地方去阳 对 胸是阴 你也把它含起来 对 背是阳 你把它挺起来 嗯 肚脐 它是个神阙 它是个门 它是袜进去的 你让它袜进去 袜进越深的人 说明什么 身体越好 哦 是吗 哎 那有些人呢 这个 不是那种胖的啊 我刚才讲自我表扬的 肚子大了 都自己那个 但是 我见过一些肥胖人 他很胖 但是他神阙 不是很深 他里面也天平 那就很可怕了 嗯 哎 那那有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洗澡啊 很多人其实是没有注意到这个肚脐眼的这个卫生的 嗯 其实如果你努力挖一挖的话 可以挖好多东西出来 最好别碰 对 就有些 就有两种观点 一种呢 就认为说 它是脏嘛 把挖出来 有些人就别碰 我个人 这脏与不脏啊 两个概念 嗯 是吧 你说大粪脏不脏 一般人都认为脏 但是 以前种菜 不浇这种 就是我们叫农家肥 那菜种出来都是苦的 嗯 是不是 对 脏和不脏 它有个相对 相对 所以肚脐这个地方 我个人认为 别去挖掘去 我见过有挖出来感染的 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啊 因为很多人啊 都觉得 这个没洗干净 要去洗一洗嘛 对不对 身上不干净的 这多了 你都能洗干净吗 嗯 嗯 然也 然也 哦 对了 说到这个地方 讲到肾哈 我就想起来了 前一段时间呢 有很多人问我 是不是应该吃六味地皇丸 似乎呢 六味地皇丸 那就是补肾的药 嗯 对吧 对 因为现在啊 这种电视广告 嗯 的轰炸 对人影响太大 对 有句话叫 谎话重复一千遍 它也能变成真理 对 它为了满足一种市场扑货的需要 大面积盈利的需要 它会制造一种概念 然后让你接受这种概念 对 然后你就去 就跟那个被洗脑一样 就按它那个做 六味地皇丸 我我讲过以前 嗯 它是滋补肾音的 一个药 对 啊 它前脱胎于这个金桂肾气丸 对 金桂肾气丸里面是有什么呢 有桂枝 肉桂和父子的 嗯 这两个是热药 正好平衡了六味地皇丸里面那个熟地皇 或者圣地皇那个寒性 圣地皇又叫地髓 嗯 非常凉的一个药 能止血 就是你有热性出血 它能给你冰镇住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滋补肾音的好药 现在人呢 是不论自己 是不是肾虚 都在吃这个药 也不管自己是不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都在吃 我看很多人都吃出毛病来 嗯 吃的满脸都是黑的 地皇是黑的 嗯 肾也是黑的 水气过重 对 阴水 补的大方以后 满脸就发黑 所以我是反对这么吃药 还有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有些人出了肾的问题以后呢 就是去吃补肾的药 除了六味地皇丸以后呢 就去吃冬葱夏草 对 你们上次不是说那个吃鸭子吗 对 给插的鸭子 这个东西东城夏草也有点炒风了 大家就炒一个概念 然后把价格炒上去 然后就帮炒作人撤资金 夸一走 对 把你们全炫进去 都是这样 但是这套把戏是 每次都看着那么拙劣 但是每次都那么有效 所以我是跟大家说 东城夏草没你们说的那么神 啊 所以呢 吃了未必 未必见的能补肾 真正的补肾 记住我说的话 别穿高跟鞋 脚后跟要着地 另外呢 撒尿的时候呢 要咬牙 平常没事 等电梯的时候呢 要搓到骨 搓搓骨道 搓骨道 对搓骨道 另外就是在 你心爱前后呢 不要吹凉风 这就是补肾老 哎 这我觉得啊 现在为什么叫无为而至 你不糟蹋自己 这就是天大姓氏了 您刚才讲到这个肾阴虚和肾阳虚啊 那到底什么叫做肾阴虚 什么叫做肾阳虚呢 我告诉你啊 这空调 嗯 它有两个功能 对 一个叫制冷 对 一个叫制热 对 有电没电 啊 那叫虚不虚 这叫阳 啊 通电以后 它制造出来是冷气 这叫什么 肾阴啊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肾虚了 啊 就是说他根本把这个肾是制冷的 大家记住啊 心是火 肾是水 让我们心情平静 让我们晚上睡觉 啊 让我们心情得以平复 让我们高烧退掉 都是肾 肾来干这个事 但肾呢 它也得能提供定力吧 动力吧 嗯 就像我们给空调插电 你没有电 他肾就工作不起来 对 这人表现就是什么 焦躁 睡不了觉 嗯 啊 就是那种亢奋 当他肾通电以后 制造出来什么 我们叫体液 嗯 其实就我们说精气神的精的那部分 全身开始循环以后 哎 突然出点汗 突然呢 这种 就是我们叫心静自然凉 谁让你心静 其实就是肾工作起来 这其实就是肾的阴阳的两个面 你给他通上了能量 然后他又制造出了人体的体液 这叫肾阴 嗯 很多人出现这种干燥中和症呢 其实就是肾阴不足 但是你往根上倒 很可能就是通向空调这个电力不足 所以你说浮阳派为什么不去补肾阴呢 他认为他这个空调是正常的 只不过通向那个空调的电不够 他通过给他加这个电 用的好像都是羊的药 对 你看李克老先生用父子治疗这个干燥中和症 对 一般人不可理解 说啊 你为什么用热药治疗我干燥中和症 你看 这就是浮阳派的道理 道理在这里 对 有意思 嗯 太感谢徐老师了 今天 今天咱们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之国学堂 国学堂之重新发现中医太美数问 金贵真言论就讲到这里 下一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